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更新一下 西铁城 Series 8 Citizen Series 8 这个系列 Series 8 出了这个 在它这个最基本山珍的 也是最耐看 最热卖的 这个831 831这个系列当中 那它有很多系列 其实一直都有830 831甚至到潜水系列 那可以看回去小刚前两天刚刚上载的那个影片 那小刚有讲解到就跟大家分析 它整个系列的这个讲解 那这个系列 831 这个831这个系列就是主打就是一个三针 最基本的一个款式 但是往往这一种款式就是最热卖的 因为它价钱也是 在目前来讲 它虽然出了这个绿色的 这个更新的新的表盘 然后新的机型 新的一些规格 新的一些提升 但是它价格还是一样 马币在一个5000多块折扣钱 所以折扣之后 我相信它在市场上 非常有竞争力 还是属于一个非常高 性价比的这种传统大品牌来说的话 那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Series 8 831这个绿盘 那再首先会看到它这个绿盘 它是跟之前不一样那种放射纹 它这个绿盘是有一种好像编织纹的这种 纹路的 它所以整个细节上面 它这个表盘做的是非常丰富的 这种它这个视觉效果看下去 而且它是一个40mm 40mm的这个不锈钢 Standard Steel不锈钢的这个材质 这个表格到表链全部锈钢 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40mm 又薄 然后又是这种方中带圆 而且也是这个integrated bracelet 就我们所谓现在目前非常流行 在这种顶级高级运动表会看到的这种设计 就是这种一体式链带造型的integrated bracelet 这种设计非常的完美 44mm 也是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再配上它这个绿色的表盘 非常的骚气 当然它有出了一款这个黑色的 这黑色也是一样有这个新的纹路这个表盘 那整个831的这个表格跟之前一样 还是一样非常的高颜色 因为它整个表格你看下去 它是有非常多角度的这个切面的这个表格 那老实讲它再搭配上这个拉丝 还有这个镜面抛光的这种两种打磨的工艺结合 真字表看上去真的非常非常的高级 一直到它这个钢链都是一样 这一支表真的是可以属于是基本上你正装上班 白领可以佩戴甚至到你休闲都完全没有问题 那再来就是它更新了它机性 用的现在是9051的这个机性 那也是一个4Hz 28800平震率的一个机性 动力储存是超过40个小时以上 而且Cityzen这颗9051的机性 比起同机来说它是有个非常强的这个防水的功能 那也是一样有这个100米的这个防水的功能 而且这一次它主要你看到之前老款的这个旧款 我们可以看到831的系列 它是做了实底盖的 就是没有看到那个机性的 这一次它用的这个新的 是由更改提升的这个透背的这个 就是你可以看到后面透背的这个机性 这些所有的这个绿色的表盘 831的这个多切面角度的这个表格 一体式链带 全新9051的这个机性 4Hz高频的机性 然后做了透背 这些通通都是今天这一支表 所有的一些特色 而且主要就是价格也没什么提升 这个非常大家推荐去看一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拜拜